大家好 2022年2月20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396期时间消息 行径级教授新闻 张文为教授去年有一段演讲 说纽约的GDP是上海的四倍 但是上海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纽约 最近随着2021年统计数据陆续公布 这段演讲再次引发了网络激烈讨论 杜公 你在157期节目中评论过 陈平比较上海和洛杉矶生活水平的方式 结合最近的统计数据 你怎么评价上海和纽约的生活水平呢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自从工业革命带来了 蒸汽船火车和电报 把全球经济的真正意义上 连成了同一个整体之后 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对比 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 我们熟悉的GDP数据 就是其中一种标准 而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把全球经济体划分为高收入 中等偏上 中等偏下 和低收入四等 实际的排名和GDP排名差距不大 但是这两个指标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国界和国内的行政边界 限制了中低端劳动力的流动 在大多数的食物商品和高端的 金融知识产权服务 可以用统一指标折算的同时 教育 餐饮 出租车 保安和日常医疗服务的价格 在各国各地都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搞了一个综合人类发展指数 把人均寿命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指标一起计算 但还是比较粗略 国际统计机构还提出过以购买力评价来衡量的GDP数据 也就是PCP指数 但是至今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可 所以我这次必须把智商生活拆成多个领域 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指标来做对比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严格定义 上海和纽约到底包括哪些地方 上海之下市的行政边界非常清晰 面积6000平方公里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 常住人口2500万 加上几百万流动人口 实际人口可能会在3000万左右 但是纽约的概念就比较混乱了 按照级别来说 美国对应上海市的行政区是纽约州 但是纽约州有14.1万平方公里 面积超过安徽 比山东上也少不了多少 西部北部还有很多人口吸收的山区 这显然不适合拿来和上海对比 与其同时 纽约市区只是纽约州东南部一个非常狭小的沿海地带 纽约大都市的很多工程都分布在附近的几个州 这些卫星城或者说连绵的市区 与纽约核心区的关系非常紧密 甚至超过了昆山加星 崇冰岛和上海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 抛开美国的行政区计划 从经济学和人口分布角度去定义纽约 按照美国法律定义 纽约州有五个自治市场 曼哈顿 布鲁克林 黄后区 布朗克斯和史泰登 加起来算纽约市 这部分纽约面积大约是780平方公里 2020年人口880万 而上海市区的外环内核心城区 面积是660多平方公里 2019年人口是1100万多 用法律上的纽约市 对比上海的核心城区比较合适 至于说整个上海直辖市 对应的美国概念应该是纽约都汇区 一般美国人会认为 纽约新德西和康宰迪克州的十几个县 都属于纽约市核心城区周围的连续都市带 常住人口2300万和上海直辖市的哥们比较接近 比较适合相互对比 根据纽约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 2021年纽约是一个典型的三人家庭 中位收入是税前10.7万美元 另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2019年纽约都汇区家庭中位收入8.3万美元 相比之下 美国全国家庭中位收入是6.57万美元 估计今年纽约都汇区的家庭中位收入 应该是8.5万美元左右 折合人民币54万 但是美国对个人收入征税的律度比较大 2019年美国联邦拿走了所有美国人13.3%的收入 纽约都汇区的收入水平更高 税率也应该更高一些 另外纽约居民还要交7.65%的联邦社会有保障医保税 4%到10.9%的州所得税 3%到3.8%的市所得税 保守估计典型的纽约居民 又把超过30%的钱交给政府 所以我们估计 纽约市每个家庭实际拿到手的收入 是5.8万美元 36.5万人民币 在上海这一边 2019年上海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6.94万人民币 护军人口是2.55人 护军的可支配收入是17.7万元 当然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要比中位数可支配收入那要高一些 所以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中位数收入的差距 给上海的人均收入打一个折 这样可以推算 上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15.15万人民币 差不多是纽约的40% 或者说纽约的家庭收入相当于上海的2.5倍 2.5倍的差距 在中国国内意味着上海和安徽的差距 所以从现金支配能力来说 上海和纽约还是差不少 不过我前面说过了 虽然上海和纽约都是国际大都市 但是大多数服务都是本地化的 不能直接用现金来比较 所以我要做分项对比 首先说居住成本 纽约和上海居民的最大支出项目都是住房 而纽约是美国少数几个大多数人是住不起独栋大号死的地区 所以如果要找一个居住方式最接近上海的美国城市 恰恰就是纽约 住房的确很值得对比 从租房成本来看 2019年纽约房客要把30.1%的收入给房东 这个比例在美国不算突出 只能算是平均水平 但是纽约是有68%的家庭要租房 而美国平均只有36% 所以纽约的房租一直是居民报应的重点 现在纽约是核心区362万套房屋 有219万套用于出租 但如果把视角扩大的纽约都会区 住房拥有率就好看一些 2019年整个纽约都会区830万套住宅 有440万户属于自住或者控制 另外390万户用于出租 根据纽约租赁准则委员会的2021年报告 2019年纽约全市总租金中位数 1483美元 比全美中位数高了40% 不过美国的统计是包括了水电器和排污费用 同时这个租金也进入了政府提供的联租房 如果只看纽约房产搜索网站 Street Easy的商业租金 2020年纽约市的月租金中位数是2500美元左右 所以从实际调查数据来看 一半的纽约租户房租支出超出了自身收入的30% 超过四分之一的纽约人 把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租房 居住压力非常沉重 与纽约相比 上海的自住房率上有较大优势 文汇报引述了上海发展报告2019版数据 到2018年年末 上海市民的住房自有率接近70% 但是报道没有说明市民的概念是户籍还是常住 去年上海市房管局长说过一个数据 根据抽样调查 10%的上海户籍人口和85%的外地户籍人口需要租房 以此推算 上海全市有1000万人租房 占了常住人口的40% 这说明自有房比例是60%左右 比纽约的32%要好很多 也略高于纽约都会区的53% 但是很遗憾 因为中国搜索引擎烈化严重 民间机构和商业委员放出了大量的虚假数据吸引流量 也因为上海的地方统计机构不公布数据 所以上海的租房数据是一团糟 我们只能抱着怀疑态度 引用中介机构方面提供的上海市租房租赁市场发展报告 从区域分布来看 上海的房屋租赁主要的外环以内的核心城区 所以市中心区域的租售比较高于外围 在价格上 2017年年末 上海全市平均标准月租金每平米62.5元 但是不同区域差距极大 最多相差接近4倍 2020年年中 房租涨到了每平米63.3元 按照人均30平米计算 平均每个人付出月租金是1900元左右 同一份报告统计 2018年上海的房租中位数是3000元到4000元 考虑了合租因素 我们可以大致接受前面人均1900元左右的房租支出数据 最后我们用这些数据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对比 可以算出上海租会要把21%到33%的收入交给房东 似乎是比纽约略好一些 前面我们说的是租房 下面我们看自由房业主的支出 美国官方和民间机构都喜欢用总收入和房价对比来评判买房压力 我们再次查询了StreetEasy网站 一个年收入8.3万美元 正好是纽约都会区收入中位数的家庭 现在可以买得起40.7万美元的房产 网站建议或者是警告 纽约普通家庭买房不要超过47.5万美元 而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济人协会提供的数据 2018年一条纽约都会区单户住宅的中位售价是40.4万美元 基本相当于中间收入家庭的购买力上限 回头看上海 上海大学2018年做过一次大型的调查 上海常住居民要用1%到1%的收入去支付住房贷款 似乎比纽约略好一些 另外在美国拥有自由住房必须考虑了房产税压力 纽约市的房产税叫做财产税 是纽约市最大的税源 它的积税方式比较复杂 只能从总量来做估算 2021年纽约市的GDP大约是1万亿美元 预计财产税收入307亿美元 实际的年平均税率在3%上下 而和纽约的都会区相比 纽约市的房产税其实还算比较低的 纽约市占了纽约州大概60%的GDP 但是除了纽约市之外的纽约州其他地区 也征收了近300亿的财产税 规模与纽约市几乎相当 有分析师综合了StreetEasy网站的数据 分析了纽约市五大地区居民平均收入 住房产本和综合负担率 这些数据显示 前面提到的纽约租房负担比例 可能还被明显低估了 不过更惊人的还是房主的负担 除了曼哈顿区因为业主群体 拥有超高的平均收入压低了比例之外 其他区域的房主都把超过30%的收入 用来还贷款交物业费以及交房产税 综合来看 在住房方面上海有房的居民 持有住房的经济压力要比美国人轻一些 而租房的上海人 一方面人口比例低于纽约 另外一方面租金占收入的比例似乎也低于纽约 所以居住方面是上海更好 在吃穿方面 美国商业网站统计过 纽约居民每人每月花费的食物和餐饮的支出 大约是470美元 整合人民币大约3000 全年3.6万人民币 而根据上海统计年鉴 上海居民2019年人均饮食消费1.1万元 餐饮业的价格和民意工资关联很大 但是美国的基础农生品供应水平高于中国 这方面我们应该认为 纽约人比上海人吃的好一些 但是优势不会太明显 在穿衣方面 我们又找到纽约市居民的单独统计 但是纽约州2018年人均花了784美元买衣服 而且美国东北部居民的服装消费 是明显低于美国平均值的 纽约州在美国算朴素的服装消费数据 对中国还是有压倒性优势 同样是2018年 上海居民人均衣服开支2000元出头 这次我们不能再用购买力做借口了 因为衣服和纺织品是最全球化的商品门类 美国的784美元相当于5000人民币 是上海居民的2.5倍 购买力起码也得有2倍的差距 这方面必须承认纽约的水平更高 然后我们说交通 纽约是一个和美国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地方 45%的纽约家庭拥有自己的私人汽车 而且只有27%的人平常会开车上班 但是考虑到纽约的交通情况 这27%的人生活质量没有高多少 全美国可能只有纽约有上千万人口 可以不靠私家车正常生活 这是因为纽约拥有全美国最大最完善的公交系统 纽约地铁路线里程接近400公里 乘客人数相当于其他五个有地铁大城市总和的三倍 所以纽约市的出行成本低于其他地区 美国人平均要在交通方面花到16.5%的支出 而纽约居民只需要12.4% 纽约市的数据还不错 但是要和上海居民比出行就差太多了 上海居民的交通和通信两项支出合计 只占了消费的11.7% 现在纽约地铁月票127美元相当于800人民币 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40元人民币 就算考虑到纽约市民收入是上海的2.5倍 40元除以2.5也是16元人民币了 而上海地铁恰好提供了18元的单日票和45元的三日票 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乘坐800公里的地铁 想坐到江苏昆山也可以 对比下来显然是上海地铁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至于说地面公交 纽约根本没有资格和上海比 所以在日常出行方面上海市对纽约有压倒性的优势 吃穿住行四大方面比较下来 上海市出行方面全胜 居住方面略有优势 纽约市穿衣方面压倒性胜利 吃饭方面略为胜出 双方都是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加一个不太明显的优势 算是2比2打平 接下来我要对比一下其他的生活项目 主要是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和治安 医疗和治安是纽约或者是整个美国的大黑点 严重拉低了美国本应有的生活品质 从医疗投入资金来看 美国无论是比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 都是天下第一 每年要把GDP的17%划在医疗上 尖端医疗技术领先世界 但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纽约州人均寿命是80.7岁 已经有10年没什么变化了 上海2019年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超过了83岁 纽约市的警察局2021年报告 距离年底还差10天 已经发生了9.8万起重大犯罪 这其中包括464起凶杀案 1400多起抢劫 1.3万件强奸 其中包括1500次枪击事件 美国是一个治安击杀非常明显的国家 大多数犯罪是贫民区内部相互伤害 中产以上的阶级 未必能够感受到这么严重的犯罪率 但是纽约市警察局的辖区 总共只有1200平方公里 放到上海相当于浦东新区或者重庵岛 而纽约市警察有5.5万 比上海的警察家福景还要多 每年花到60亿美元 这还管不住每年几百起的凶杀案 纽约的安全方面和上海没有可比性 教育方面 纽约和上海各有所长 上海两次参加全球学生测试 都获得了最好成绩 压倒纽约 但是纽约在教育内容丰富程度方面有优势 还有文化娱乐 这是纽约的传统优势领域 作为全球文化与演出中心 纽约每天都有数十场甚至更多的活动 并且相对本地居民收入来说 价格也比较亲民 的确做到了经典艺术和市民生活相结合 我晚上跑步 经常路过上海大剧院和上海音乐厅 偶尔去看看节目单 演出频率和纽约没法比 价格方面更是看着心疼 这方面 上海和纽约起码有几十年的差距 最后一项比较 是两个特大城市对待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态度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民的高福利国家 即使是一线城市上海 给下层的社会保障也相当有限 但如果真的穷困潦倒了 政府肯定会承担基本的医式造型 提供基础的医疗教育服务 纽约的财力比上海强了几倍 但是纽约2019年的贫困率是16% 布朗克斯区的贫困率甚至超过了26% 而全美的平均数据只有12.3% 纽约是全美国穷人最密集的地方 纽约最二人无法理解的是 还有五六万人无家可归 而且基本集中的核心区域 这倒不是纽约富人不愿意出现建庭护所 而是各种奇怪死板的规定 严重束缚了政府型的能力 相比之下 上海流浪汉比例非常低 我有的时候晚上会把南京西路从头走到尾 一般会在新长路和茂莹路附近 各发现一两个人露宿街头 粗略估算下来 整个上海也就是上千人的级别 比纽约低了至少一个数量级 把前面的讨论综合下来 我认为最重要的结论 并不是纽约和上海谁输谁赢 而是两个城市的生活水平 真的已经有了可比性 无论是比基本的一师住行 还是作为加分项的文化教育社会风暴 评比下来算是各有优劣 所以在知乎或者其他社区 这个话题才会爆发激烈的讨论 而不是形成一边倒的跟风起哄 这体现了过去几十年 中国快速进步的成果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 要避免把上海和纽约的比较扩大化 更不能用两个城市的对比来概括两个国家 因为纽约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美国城市 纽约相对上海的几个主要短板 比如说居住环境物价和治安 在整个美国也是被炒色的对象 而上海的几个弱项 比如说饮食和服饰 在全中国已经算是遥遥领先了 我们在研究数据的时候就发现 无论纽约市有多少问题 一旦把比较对象都纽约市 扩大到整个纽约都汇区 大多数区点立刻就被平均数化解掉了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纽约外围地区还有强大的制造业 能够提供稳定的收入和就业 上海作为工业城市 相对纽约的优势 很难向城市外围延伸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 作为整体的美国 还依然有令人惊叹的高企处产业 和丰富的资源 而纽约自己也没有丢掉 金融和文化的优势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还会是世界头号强国 中国人不要急着为上海骄傲 更要担心自己在富起来之前 就出现产业工心化的问题 节目的最后 我还想说说纽约领先于上海 或者美国领先于中国的 一个文化细节 数据透明度 作为中国人 我和同事查阅中文资料的效率 是查阅英文资料的三四倍 但是制作本期节目的时候 制作文案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用来查找上海市和中国的信息了 最后还是要用大量的估算 来替代统计数据 这说明中国公民了解国情的难度 比美国人高了不止三四倍 如果我们真的想 建立文化资讯和制作自信 真的希望中国人能够 客观看待世界冷静分析社会 就应该向美国学习 尽量把社会的运行信息展示出来 如果中国人总是用估算 去了解自己的国家 很多政策就很难得到理性的反馈 好 感谢大家收看 396期税盐消息到此结束 下一期将在2022年2月22日 农历正月20日 星期二播出 欢迎到时收看